6月23号早上8点,社区志愿者张一哲准时出发,开始当天的志愿服务工作。 他居住的小区距离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不足500米,至今已封闭11天时间。 社区封闭管理后,因有大量蔬菜、快递等生活物资需要运送,社区人手严重不足。 为满足居民的生活物资需求,在中国铁道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的张一哲,申请成为了一名社区志愿者。 辛苦和不容易,慢慢又有很多人加入,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人。 张一哲说,在社区封闭之初,曾出现过短暂的物资紧缺,部分居民也有过慌张和焦虑,但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努力下,居民的基本生活很快得到保障。 因为我们从13号开始一早起来,突然发现小区被封闭了,大家都感到非常焦急,就在考虑我们每天吃什么, 我们用什么,大概在隔离以后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左右的时候,鸡蛋和水果基本上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,蔬菜基本上就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,价格正常,而且是货源充足,大家的情绪也逐渐在转好。 在志愿服务之外,张一哲还要兼顾居家办公,虽然忙碌,但在他看来,这段特殊时期的志愿者经历给了他特别的收获感和满足感。 上上周五的时候,从公司回家,还带着很多任务,在工作之余,扛出来一些时间,谈不上特别辛苦,但是每天也忙忙碌碌碌的。 有的时候给送到门口,给老大爷送到门口,非要给我们塞一瓶水,或者拿一瓶冰可乐,就是那种对你的感谢,在特殊时期对你的感谢,这种让我们觉得这份工作也是很有满足感和获得感,觉得非常愿意坚持下去。 志愿服务的过程中,张一哲看到了社区工作者的努力和坚守,也看到了居民们的权力配合和理解,这让他对度过疫情难关充满信心。 我能感受到至少和我每天在接触的这些人,八九成的人还是表示很能理解的。 我们社区居民大家都尽量地约束自己,足够出户,大家都在积极地配合。 我们相信这波疫情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过去,我们周边的小区也会逐渐地恢复正常。